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作客专家 国际时尚大师唐一老师 请唐一老师给你们分享 的话呢 现在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期节目的内容的两位美女嘉宾 他们两个人都号称自己是收藏丝巾的能手 我们欢迎舒畅和干杯 她是热播剧《公所珠脸》中云皮牡丹的扮演者舒畅 她是时尚女星收藏达人干杯 他们两位在今夜女人帮的舞台上 将上演什么样的丝巾大米皮呢 唐一老师巧出几招 今夜女人帮给你好看 反正单位我是觉得她什么都可以收藏了 收藏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司机你也会收藏吗 会 我走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日本啊 然后那些女孩子在头上去看 我觉得她们好好看都在头上 我就买了无数根回来 放在家里边就收藏 然后今天老师在我就特别高兴 因为老师可以教我们很多的那种技法或戴法 好那舒畅呢 就是有的时候会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我最喜欢买的东西就是丝巾 真的啊 因为我可以在这个脖子上啊 或者是寄到腰带上面啊腰上面啊 就会有一些很好的装饰性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有女人味 很舒适 所以两位今天都把自己收藏的丝巾都带来了 是不是 他们俩都这么有收藏的能力 那么我想请你们也展示一下 你们搭配丝巾和这个佩戴丝巾的一个 老师出题咯 这样我们在一分钟之内 看看两位能用丝巾 寄出多少种这个技法 对 然后每寄完一个就把一个pose好不好 好马上我要启动一分钟开始 然后就从舒畅开始好不好 来三二一开始 对我们看 记住一些什么与共不同的效果 好 美好一个要反一个pose啊 嗯 好了 好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OK 好马上开始第二个 舒畅还有四十五秒 好很从容 哎呀这头发还挺爱事的 对比较爱事 哎 不是 我不是 我想 原来是用戒指要做一些小造型哦 对 哇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这个好能手呢 好 那这个耗费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啊 对 哎好第二个 嗯 然后第三个 还有二十秒十八秒 嗯 啊好紧张啊 哈哈哈 就这样点点单单的 她把自己累死了 哈哈哈 你你用着点 好 三个 嗯 嗯 还有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五秒钟 四秒钟 三 二 一 一 你见了 你有点忽怒人呗 哈哈哈 张姐式 张姐 老实说这是张姐式的 张姐啊 我们先不点评啊 我们先看一下在 再来看干威 我们收下的是有四种 我刚刚一选的这个 这个丝巾本身就具有一些装饰效果 没错 对所以我不好意思啊 啊是她心机比较重 起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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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丝巾就是很短发 没有长头发的困扰 好 第一个啊 嗯 OK 马上第二个 你这样也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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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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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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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接下来 而且刚才你的姿势都不美哦 哈哈哈 哈哈 没关系吧 最好一点点 哎这个还不错 这个要把它亮出来 嗯 怎么 怎么跟那个卖四斤的人 是我系的朋友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张维最后一周呢 你也只有十五秒的时间了 花这个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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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概把他放在脖子上 都是在脖子上的哈 嗯 你也是要类似自己吗 哈 好 好 时间大 好 也是四九 好浪 对啊 老师 好 我是觉得这两位女明星到最后都有点把自己往死路上摔 就很累自己的脖子 对对对 其实丝巾大家都知道丝巾有很多技法 是 而且丝巾的用处呢 就是说它比较好 你可以像两位穿的都比较素 对 比较素 但是这这么多花型这么多亮丽色彩的丝巾可以给你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一个点缀 那今天呢我来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几种丝巾在头饰上面的一个应用 哦 很好 而且两位长头发其实都很适合哈 对对 先给两位演示两种比较娇俏可爱的日韩式的一些丝巾 好嘞 太好了 丝巾也能单做发式你没有听错 拿指大片里常见的另类丝巾带法 唐一老师现场教你 比如说像书上看你像二十岁左右哈 那么如果我们想换成十六岁的少女 哇 用这些小小的技巧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送一个小小的发辫 比如说把这个前面的刘海的这个头发呢 这弄个辫子吗 这弄个辫子吗 这样会写小很多 只是加起来这么一点哈 就感觉年龄小了很多 对 然后呢其实就很随意的用手 用手术就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小皮筋 把这一小小小的一个头发呢 就轻轻缓一下 其实这马上就有日韩的一个浪漫气质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一个小小的丝巾 老师这丝巾也得慎重对不对 不能乱选 对 在选丝巾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想就是做一些小小的点缀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这种小一点的丝巾 小的丝巾呢我们可以继成少女般的一个花朵 那你这个 少女般的花朵听着就好美啊 如果你看这个丝巾呢你在继的时候 你可以把两头留出来 中间呢绕的稍微细一些 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占的体积呢不会特别大 你把这个只要稍微的缠绕在这个发辫上面 寄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花朵 很多时候吧我们在头发上寄这些宽一些 像丝巾这样的东西 就会觉得在辫子缠绕的那儿就是很宽 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刚才用了很多办法 现在手就把它缠细了 这个呢可以扎出一个像米老鼠的一个蝴蝶结 好可爱 你挺你挺你挺你 老师因为其实在日本啊像韩国 就特别是日本的街头 很多很多美女都会有这样子的做法 比如说那个蝴蝶结啊 然后就用丝巾非常好看 耶 好看 两位红枣 我挺喜欢的 那赶快换一下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 我们请干杯来 来 来 换你 来 老师 干杯可就不像舒畅那么好说话哦 他要求很高了 其实呢就是娇俏风格呢 我们在丝巾里选择上面 可以选择一些素雅的 但是颜色呢比较轻柔的 比如说像淡淡的粉啊 淡淡的绿啊 淡淡的绿啊 淡淡的绿啊都很好看 那么在这呢我给干杯选一个比较长的丝巾 这么长的可以用在头上吗 对对对 这个呢我们可以扎出 很多田园风格的方式 比如说大家知道 丝巾可以当我们一个发带来用很简单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包一点耳朵 然后呢 这样这个绿巾呢记在一边 嗯 嗯 然后呢这个呢可以做一个自然的一个 哎好看呢 哎呦可惜我头发短了点 衣服头发长一点 会更好看 也不错 嗯 你像这么简单的一个蝴蝶结 就可以让它 好看哦 而且好搭耶今天身上的衣服 对 很有田园的风格 您大概也就花了一分钟了 对 一分钟都不到 这种发带式的还有很多的技巧 比如说给她做一个小小叉变化 好 比如说她这个头风呢 我帮她把这个头发收拾起来一点 像老师像这种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田园风 如果是换一种其他颜色 没有小碎花的 这样弄着戴个墨镜就好像是 超美风 对 发你来的 嗯 所以像发带式的这种技法有很多 我们比如说把刚才的头发 在后面说 简单的 好 就马上特别有日系的这种街头风 嗯 就很简单的 是一个小啾啾 小碗 好可爱 好可爱 你看这个 这个发带呢 它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感性的效果 哦 嗯 你可以把这个发带呢 我这系过来以后呢 这儿轻轻的先系一下后面 系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发带的这个 呃 长的这个部分呢 稍微的拧拧拧 嗯 这边 嗯 对 拧成一个 线条感很清楚的一个绳子一样的效果 然后把它往上绕 啊 绕到这个头顶的侧面 哦 哦 你看 而且跟你的衣服好配 真的吗 嗯 来来来来 两位秀一下 哦 哦 要射出当地的那种感觉哦 哦 萌向你 哦 说这样你真的 说这样你心结很重耶 哈哈 好好看呢 这女人组筋可以帮你增加气色同时 还可以帮你塑造风格 风格是美丽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谢谢老师 因为如果我的嫉妒心开始重了起来 我不想帮他们减零了 我想让他们表现出就是欧美的那种大摩的感觉 欢迎回来 这里是韩树经验女人帮 刚才呢 唐一老师帮甘威和舒畅打造了两款特别特别好看的日韩系的这个丝巾头饰 接下来老师要说帮他们打造有气场一点的欧美派的 对对对 选择这样的丝巾呢 我建议大家选择整体感比较强的 或者丝巾本身就有风格 比如我帮甘威先做一个 好 我看上了甘威自己带来的这款 这是我带来的 好 那我就接书唱 对 像这种鲍纹的图案大家知道今年比较流行 然后它是非常有野性的风格 我们用这个丝巾来给他做一款非常狂野的这种欧美式的包头 哇 但是我还没有见过你狂野的一面呢 狂野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丝巾对折 在选择这种大气的这种方式的时候 我们的丝巾呢 可以就是选择整体感比较强的 或者单一色彩的 或者花形比较有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麻烦它就简单的叠成这种长条 可以帮我拿了一下 我们呢这个头发呢 你可以留着这个头发也行 把这个头发轻轻的梳起来一点点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很自然很随意的在这儿绑一个低 好 把这个头发稍微收一下 这个这个丝巾怎么记呢 这有一个小小手法大家看清楚 好 从中间呢 把这个丝巾放到后面 然后呢 向前混扰 然后要让这个丝巾有一点宽度 上下交叉 好 上下交叉完了再拧一下 哦 把这个拧过来 对拧过来 就自然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古企的 一个小结 阿拉伯式的一个发结 对 然后呢 像夏季 欢迎来到迪拜 这种方法呢 就比较的欧美 嗯 嗯 然后帮它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后面的处理呢 其实很多种 比如说你可以继承一个测花 嗯 嗯 测花自然的流 自然的垂落就可以了 嗯 好 这是一种有点阿拉伯式的方法 我应该的迪拜 这个器材 当我们戴了一副墨镜的时候 哦 还有一副墨镜 摸这儿 好 哇 王菲 哈哈 这个时候不能笑 不能笑 你就假装那个吧 好 在这边呢 刚才被打造完了 接下来又换舒畅了 对不对 来舒畅 好 我大家看看说唱这个可爱的小米妮 待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 你看我们这个都是主力操作式的 就是说 把这个头饰 把这个丝巾和头发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分离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丝巾当做头发的一部分 嗯 跟头发进行一些交融式的一些编织 比如说把丝巾编在那个 编织里 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方法啊 我们就是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 你几分钟内就把它们打造成这样 我都嫉妒了 我们比如说把那个 梳上的头发呢 很简单的梳起来 对 不过有一次我在云南拍戏的时候 嗯 就会用云南的当地的那种蜡染的 大围巾绑在头上 绑在头上 对很好看 好我们先把梳上的头发呢 梳一个马尾 嗯 这马尾你可以梳的正点 你可以梳的歪一点 都可以 梳完以后 比如说我们找一块丝巾 这个时候呢 其实要看 这块好好看哦 对要看你自己的希望的效果 比如说是美艳派啊 还是这个就是整整体派啊 嗯 我们把这个丝巾呢 可以这样来记在这个辫子上面 好 记在这个辫子上 留出来一块啊 可以留出来一块 稍微紧一点 免得它滑落 好 我们把它记好了以后呢 嗯嗯 记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呢 这个辫子呢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股 哦 然后呢 拿第三股就是这个丝巾 哦 丝巾当第三股 对 所以这么来编的话 你看 这样就编下来 蛮好看 好看呢 就把这个头发跟这个丝巾呢 编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啊 我们都可以运用 就是一定胆子要大 其实这个辫子呢 我今天这么扎呢 它也是有心机的 啊 其实像 如果你想这个发辫 有一个编织的效果 编一个低辫 然后可以加一个发带 直接编过来就可以 但今天这个呢 我是想给它做一个盘发的效果 哦 还没完成 哎呀 你看 这样的话呢 好看呢 我曾经在就是微博上看到 有像那种模特啊 就穿着白T恤 穿条牛仔裤 嗯 头发就弄成这样 嗯 然后很随意的拍怎么好美 就各个角度 然后拿一个包包 就特别街拍的感觉 对特别街拍 各个角度都好看 对所以这个这个 后面这个尾部的处理呢 你可以把它藏在里面 然后形成一个 简单的一个头花感觉 是 而且你会发现呢 就是 当你把辫子梳起来以后呢 整个的人呢 看上去比较的精神 哇哦 看上去精神 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 稍微梳毛一点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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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啊 说唱就像从 从那个 从那种森林出来的 一个精灵小精灵一样 他牛的感觉 当然我觉得 他今天这样一弄 又刚刚就是老师弄的 不缺可爱的 然后有一点小女人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还装饰他的那种 很清雅很清淡的五官 都展现出来 我非常觉得 美 美 美 那你自己呢 我那个 特别的温柔五妹 对 我也很美 那舒畅你觉得 干威的这个造型怎么样 我觉得很淑女 很有女性的气息 然后 这种造型 特别适合 在那个 我觉得还是在海滩上 梳这样的造型 很漂亮 抱歉一说吧 谢谢妈 然后她穿 一身那个 很长的 漂亮的裙子 吊带的沙台 很漂亮 那说上你对自己的造型呢 我觉得现在觉得好清爽 然后 因为 因为今年 大家知道像2012年的整个的春夏呢 在国际舞台上比较流行 海洋气息 所以今天呢 我把她这个发电的输成海洋 海洋的气氛呢 宛如一个水底的一个精灵 哇 鲜鱼公厨 对啊 真太好看了 所以老师 如果说 要给电影机前的 现在已经 蠢蠢欲动的观众朋友们 一些建议的话 您会告诉大家 哪些小意见 我觉得丝巾呢 其实真的是 可以让你百变的 所以只要花点心思 完全可以打造出 不同的风格 希望大家呢 都赶快这个行动起来啊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也有礼物要回馈给 热爱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那就是待会呢 我们会拿两条丝巾 请甘威跟舒畅现场 在丝巾上签名 只要你多多关注 我们今夜女人帮的微博 或者在乐风网的论坛上 做我们互动 我们就会把这两位 大明星的签名丝巾送给你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谢谢唐一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